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8到16个小时奥币对美金非常关键 如果这里能够出现一个小的看涨的柱子 价格进一步能够突破上方9370这个阻力位的话 价格进一步上扬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且在前几个8小时多 这里已经出现一根看涨的柱子 所以价格已经突破了这个柱子的高点 所以基于概率价格尽可能会继续往上去测试高位 等待的是它能够完整的突破这个阻力位 突破之后如果从一些短线的时间图表 好像15分钟图一个快速回调 那我会继续寻找快速回调之后的一个入市的机会 长线的目标价位 或者说未来一些比较可实现的目标价位 第一个是之前这个高点9460 第二个是之前这个高点9700左右 所以澳币的美金依然是寻找做多的交易设立 对于我个人来说 第二个是澳币的强势依然是体现了非常明显 跟我周一的分析的情况没有太大的改变 周一谈到的是澳币对瑞朗 等待的是上方这个9300这个重要的阻力位被突破 昨天价格是完整的突破了这个重要的阻力位 我们再看一下短线的四小的图 我们看到突破都能非常强而有力 突破 所以现在突破之后 等待的是价格再次回来 测试98300 那时候如果在这个移动平均线10跟20的买入区间之内 形成一个小的看涨的柱子的话 那价格极有可能继续往上走 去继续测试高位 一切都如我的想象 正在朝着我预想的方向发展 所以最终的一步是等待价格再次回来 8300 上方的目标价位指向之前 8坦道过的一个重要的阻力位 大概是这个位置 8500左右 而上方利用空间还是非常大 这就是澳币对瑞朗的情况 欧元对澳币 下方的一个大的支撑也被突破掉 1.4700在昨天被完整的突破 同理看一下四小图强有力的突破 等待价格再次回调4700 因为价格已经 4700这个价位已经位于移动平均线 四小图移动平均线的10跟20的卖出区间 再加上价格如果能回到这里 拒绝上方高位出现小的看跌柱子 那告诉我上方正有愿在继续做空 那价格将进一步继续下滑的可能性偏大 那下方的目标价位将会指向之前谈到的1.42 1.43左右 那短线基于最短最短的日线图 那1.45也是非常可实现的一个目标价位 对应之前是一个支撑 这是阻力阻力突破 现在回来第一次会在这里将将会寻到一定的支撑 因为下方应该也有非常可观的利用空间 然后再看是英镑对澳币同理 依然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货币队 昨天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下跌 我们看到四小图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 波峰一直在往下走 波股一直在往下走 昨天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告诉我是1.80 这个大的心理关口被完整的突破 现在价格正在1.80之下 所以价格如果再次上去测试1.80 拒绝上方高位 那它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甚至会短到从一些短线一小时图 或者两小时图去寻找一些入市的机会 前提是它能够继续拒绝1.80上方的一个高位 那价格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基于日线图下方的一个支撑位 将会来到之前的这个低点 所以1.7730左右是之前的一个支撑 所以下方有将近300点利用空间在下方 所以非常可观的一个利用空间 那最后再看一下一个澳币的同理 还是一个澳币的强势一个货币 是澳币对加币 主要是周线图 澳币对加币周线图上升趋势非常明显 回调上一周价格出现一个看涨柱子 在周线图之内 所以同理价格未来 这一周能首先突破上一周的一个高点 价格机不上扬的可能性偏大 最短的目标利润将会指向之前这个高点 如果能够突破之前这个高点 那上方的一个阻力位将会来到之前这个位置 1.05左右 所以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上升空间在上方 所以澳币的强势 基本体现在所有的一个货币队当中 最后再看一下还是一个澳币的是澳币队日元 澳币的日元也是我们上周一 这周一谈到的一个货币队 价格继续缓慢的往上涨 据次正在朝着之前谈的一个9620这个主力位进发 而且我们看一下短线时间球表 四小的图价格已经突破了之前这个9695.60这个阻力位突破 现在回已经再次回来测试移动平均线10个20的买入区间 所以未来4到8个小时 这里同样会显示出如果出现小的看涨柱子的话 价格将进一步有可能继续上扬去测试高位 所以整体而言 今天所谈到的一个主题就是澳币的一个强势 澳币相对于整体的所有的货币 我个人看来都是出现一个强势的一个走势 所以积极寻找澳币的一个做多 是为未来短线到这周末甚至下周的开始 都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选择的方向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的一些讲座信息 避免假的突破5月15号 也就是明天 风险管理您交易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 5月21号黄金分割回调与集群5月29号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去注册相关的网络讲座 我们Owenda的客户专属讲座前瞻性的交易员是一个8小时的一个课程 分每周2小时分4周进行 所以有兴趣参加这个前瞻性的交易员客户专属讲座的朋友 如果您现在还不是Owenda的客户的话 请今天就注册一个真实交易账号 没有最低资金的要求 没有最低成交量的要求 只要您是Owenda真实账号的教育员 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客户专属讲座 可以通过Owenda的网站注册 或者给Owenda发email frontdesk at owenda.com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的团队进行沟通 以下是三个主要进入中心的联系方式